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12月22日 就快到聖誕了 我今天有一篇文章 就是講說冬至快樂 樂就是跌下去的那個樂 最主要講的是 原來馬雲他們在一個月左右之前 已經和中央方面在談螞蟻 甚至將部分股權交給國家 希望可以換取對螞蟻 不作出任何大的決策影響 記住 在一個月左右之前 就已經講了這件事 在我今天那篇 《冬至快樂》那篇文章裏面 亦都列出了這三個 是騰訊、阿里巴巴 和京東的圖 既然找到 原來這三個股票 在一個多月之前 已經開始高位回落 唯一一件事我只可以解釋的就是 有些是春角鴨看到的情勢 暫時便出貨 我們這些是冬前立馬 一隻隻掛在那裡散戶 以為它還會升升升升升 這樣便入貨 於是 所以我很早就已經說 你爸爸那圖很像樣子 就說他會跌下去 大約是220元至210元左右 去回他做女兒的時候 即是未有螞蟻這個馬的時期之中 那個價錢 這個所謂的是 很多當時的新科技股 他以為他可以做到銀行 小微借貸 你做了14億人的銀行 然後把所有風險你借出去 你不用收的 不用收回債的 把東西打包 給國有四大銀行 那你就好好賺 其實這個世界永遠都是 永遠都是 就是借錢不難 收錢難 你賣貨給別人 用什麼呢 收回貨款才難 你一天不收回貨款 你都不是可以賺的 所以 那句說話 不要亂借還得好才借 這句說話 對任何的財仔來說 都是絕對應該的事 因為任何人都還得起才借 那我想請問 他還有什麼風險呢 他沒有風險 是不是 因為每個人都還得起 那會不會 不會 所以在這個情形中 找得到 阿爺不會讓你真的 就這樣可以上得到 這個解不解決的問題呢 那你看看 我編文章已經講過 這幾天的東西都出來了 全部要說什麼 要在商業銀行方面 要保證貸款 不要有這麼多外壞帳 那這個必然是 任何做銀行家 都是需要做這件事的 在這個未解決之前 所有這些新科技股 所謂意圖 想做銀行 或者影子銀行的新科技股 它應該都會沒有什麼混合 直到 直到 它有新的業務可以開展出來 或者 在這個所謂的影子銀行 這裏 阿爺給他一條路 那你暫時都不用說 所有這些都很配合 各個把所謂的貸款 那樣東西 那些項目 都在他的網頁上全部下架 即是不做 不做的話 於是 你就找得到 所有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 銀行家的 突然之間 做銀行家的夢 就是破裂了 也都因此 會對A股和港股 是會有影響的 對港股的影響尤其為大 因為很多這些都是入於恒指成分股 A股來講 它們不是這麼重的比例 A股有17,000隻 很多都可以大過它 只有一隻毛 抬 已經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在這裏面 也不要說是煙 所以在這裏面 對A股影響會比較少 對港股影響會比較重 現在港股為何又是生生不死死之間呢 很簡單 就來期止結算 你結算完之後先 看一月初怎麼開局 我的看法就會是 不太好 希望不要又有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都不要緊 算了 一月就算了 千萬不要搞個春節快樂 是不是 若然是這樣的 一路要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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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去到二月份 真的都不知如何炒好 好了 看看恒指的期貨 一樣是這樣 慢慢下來 今天我會看的 告訴大家 之前的短期阻力 我就說是265、270 今天我退了264 下面要退了一格 就是261 即是 向 爆的趨勢 多一點點 在這點裡面 看著 現在是26267 在這個日線圖上面的 那個保力加通道的底 是26188 26188 262 是67 不是差很多 我不知道下午 或者明天回來 會不會真的快樂一點點 有朋友問比亞迪電子 比亞迪電子的時之中 很簡單 都是有大量的資金 出出入入等等 不過最近幾天 資金的流量 動力似乎就小了 既然小了 那就有些些要回落 這個是周線圖的 日線圖上面 見到就落水之後 就落下來了 暫時來說 我覺得 似乎應該 它是現水平整股 整股了之後 它會怎樣上還是落呢 我傾向會是會先試下來 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這個中軸這個位 大約39元左右 我們看一個支持大約38元 既然我叫官網 我叫大家 如果你有課就可以出一下 如果你認為我的股測是正確的話 沒有的話 那你就就是官網 中訊國際電訊 都是電訊股 不過你會找得到 他們做的就是比較上面 沒有那麼好似其他那些 其他三個電訊股那麼好 在現水平方面來說 都是橫行下去的周線圖 它的市盈率又不貴 息也有8厘息給你 所以要死又死不了下去很多 反之去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 你看看一個底 兩個底 三個底 四個底 附近這些是兩個三個附近的 那我就覺得 這些長線的東西 應該遲些有些支持 但是有百厘息 遲些的時候 然後現在是12月 遲些要公佈業績的話 會不會好些呢 那若然是的話 試可以搏一下 看看是否可以去少量級 當然 那就是要看止蝕位 那止蝕位都不是很多 四個仙 四個仙 上面看可能是兩個半 或者兩個八 兩個半就是這裏 兩個八就回到上面這裏 那這個是日線圖 是兩個月的 一天問中遠海控 貓狗貓狗 1919 曾經的時期之中 是以前 十幾年前或幾一年前之中 很威猛的 到現在 就比較 被人家 少了去留意支持 到最近這裏 資金都是流入多些 不過今天 有少少是回吐的情況 那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因為今天只有兩天 這個禮拜 兩天 所以就有少少是回落 那它已經去到這個通道頂 再下來 再上回去 那這個形態 通常是一個沉頂的形態 那所以如果有貨的 看看可以考慮 是否現價是獲利 如果沒有貨 就要觀望一下 短期的支持 那我就會覺得 現在是應該去到7.6 這些位置 7.6 那去到哪裏的位置呢 就在日線圖上 會比較容易看得到 不會去到周線圖 哇 一落回來5元 那這裏都挺嚇人的 那 起這個的是中軸 就是7.5 左右 那去到這裏大致上 去到7.6 希望在那裏有個反彈 不過反彈完了之後 看看會不會再下 若然如果再下 那就不太好 市盈率現在已經是不小的 48倍 又沒有識派給你 只是炒價升上去 那似乎應該是你炒什麼 碼頭項目 海運什麼好景 都應該似乎是 你不派息怎麼搞 交通銀行 之前的線圖 是有出貨壓力比較重的 那今天呢 去到一日上午 都有一些少少資金流入 是比之前那些那些 那些是多了的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看到它 去到現在現水平的線圖 去到哪裏呢 那要看它能否守得到 如果能守得到的 那就好世界了 在這裏 日線圖就已經下來了 試了保力加通道的底支持 這個底如果大家走過去看的話 其實都是以前差不多 一些重要的支持位 你又不要叫它真的跌下去 那麼多 3.6 那現在4元的 我覺得它呢 是可能去整顧一下 那大致上呢 可能會回去 大致上是3.8 左右 3.8其實是穿了 保力加通道的底支持的 那為什麼覺得它要穿了它呢 那麼 不穿的話 不哄到人們出了最後的手貨 穿了之後才回上去 就好了 上面這個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這裏呢 是4.2 那如果穿了去大約是 在這裏去到3.8的話 再跟著上回來4.2 這個中軸就是這裏阻礙了 那再看一下可不可以上去 那看著 它在這裏 見了一個頂 見了保力加通道的頂 下回來中軸 再彈上去 那這個典型的是造頂型態 再說一次 它是在這裏呢 見到一個是頂 去到保力加通道的上頂 再試回到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再摸上頂 再穿 就應該穿硬了 這裏也是 去到保力加通道的是上軸 下回來試回中軸 再彈上去保力加通道的是上軸 然後就下回來 下多少 不知道的 好像這裏下少一點 就再彈上去 這裏 但這裏為何下多一點 這裏已經彈完幾次了 彈完幾次 始終不要太貪心了 所以它會彈下來 所以我猜它 會下面這裏 握握握握 穿了穿上去 去到大約這裏是3.8度 3.8度 就是以前這裏的水平度 就要來回到這裏的水平 這樣的時期之中 這樣就可以好了 為什麼你會覺得它可能有好一點呢 喂 P4倍 息7厘 這樣的銀行股 不需要去哪裏 內容木業 這個是很多人都是這樣 新電池經濟影響 因此很多事 之前就升了很多 這個又是看一件事 周線圖上見了頂 下來中軸再彈上去 按照之前所說的那個說法 頂 中 頂 似乎應該是見頂了吧 因此我就建議在這裏可不可以去考慮 如果有課的這個是出課 沒有課的就會跟著就去官網 原因 息率L3 PE38 內容物業 大家知道都是會有一個情況 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這個什麼 是說做一個電池 在這個電池這裡 開始以後大家就有些事情要留意 我一直講電動汽車業的電池是有個問題的 就是現在用什麼材料來電池 業界是未定得到的 講的是氫電池 太陽能電池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氟氏 氫氏這個電池是怎樣 我稍後有機會再介紹一下 現在有人已經做到一個是氫氏的電池出來 氫氫的電池 氫氫的電池的續航力是一千公里 一千公里 和你現在這些鋁、獵、木、什麼樣東西 是二百多公里 喂大哥 差很遠一點 是不是 一千公里 差不多可以由這裡拿到上去廣州 再回來都可以 中間還不用充電 這個是正在做的 已經開始有新的發展推出 另外有一隻股票是東俄 是198還是189 我忘記了 最近有些人去那裡開個氫氏 所謂的新波記檯會 大壓升上來 什麼問題 開個會 你先做到電池出來 氏這件事是怎樣 你問得到我 是挺好的 原來在東平洲是有的 東平洲是有 不過是很少量 當然不是那麼多 筆這件事 牙膏裏面有些是有筆的含量 起點 就是 為什麼我說 電池股 你有一樣東西要留意 若然是這樣的話 你會出現一個問題 諾陽木業 比亞迪電子 比亞迪 他們都是以一個電池 或者電池原料 或者供風理業 是作為一個重要的 起點 若然 筆的電池 是出來越多 的話 越有進展的話 那你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木、梨 等等的鎊 這些東西 是將會被人打入冷宮 因為這個是新科技出來的時之中 炒股 你不能夠 不知道少少這些科技的技術 我遲些有機會再介紹 越可投資 是我今天的推介 原來越可投資 我在12月或者9月左右 都已經有推介 當時呢 因為當時是說推介 是我選擇的 不是第一個大家投資來問的 我就說它應該可以調整 要調整12.80左右 然後再想一想 看看 它最低是去到11元 就比我估計的位置還低 沒有法治 不過當時是這麼高 它會落到這裡 在這點裡面 市盈率是17 息率是4 你看回它 又是彈上去 伯利加通道的上頂 落回來的中軸 再彈上去 彈上去 這一下彈多少呢 就大家很考功夫 我會覺得 在這一下彈上去的話 是可以彈高一點 因為原因 賣水這件事都挺好賺的 應該 這裡就是16元 所以我們就提到這個位置 14元是哪裡呢 14元就是大致上 這個上通道是13.5元左右 它今天都已經去到13.8元 所以它凸出了一點 凸出了一點 可以再上一點 這一點 今天是要裂口上升 裂口上升的時之中 就去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去15元或者什麼 這個都是十分之 它是去到底、頂、底 然後再上的 這個力度 真的影響夠彈力 這個也是一樣 是這個兩個月的系統 這個再看看 就是這個禮拜 或者是上個禮拜 是推介的股票 有些賺 有些虧 有些就是虧完之後 它彈上去 這個沒有法指的 不過我一定要做個紀錄 虧就虧了 因為我定的指示位 是不到的 這個時之中 有一個又是去到這個 這個我定 去到這個 是107元的目標位 那它只去到106.5元 不到就不到 是不是 所以這些沒什麼所謂 大家只是參考 好不好 完全記住 推介就是作參考 另外 這些都是推介股票的樣子 至於這個 回答觀眾 大家問的問題 就是 哎呀 原來是在12月16日 都介紹過越海投資 那時候就說的 叫做沉底 就叫做現價級 那是12.46 指示在12.2 不知道蝕了沒有 我沒有跌倒 不過這個都是給大家去看 我再說這兩個表的問題 這兩個表 這個表 這裡這些 就是我自己個人認為 可以考慮 投資的股票 那這個呢 我就一直會調教 跟回正 那些賺洩位等等的東西 那這個呢 就是 投資者問的股票 除了早期這些 就是我介紹的 那這些問的股票的時之中 那我就會 沒有再這樣跟進他們 目前的股價多少 不過 在一直沒有這個變化的時候 之中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 是 版派這裡 這個版 看看 如果你有這些股票的話 你又沒有聽到過一兩期的 是這個 是 公司閒談的 可以在這裡 檢查一下 你那個看的 是 價格 那 那 在這裡我再說 風風里嫌 是在沉頂 就是 剛才說的 就是 這個什麼 筆的電池 一樣 那這裡一樣 可以直接看看 可不可以 會不會有一樣東西 大家其實都會看到 筆 來到的挑戰呢 這個我不知道 不過大家要跟著 要看 那 只要說 這些全部都是在這裡 是 作為給大家的參考 今天就這麼多了 好 多謝大家